黨他會有瑞士的去面對所有的挑戰 凝聚所有人的力量 提出更好的方法 為國家、為人民 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一切 我們大家都是彈結共同的面對 市長未來郭台銘宣布參選 未來是不是市長要提防民進黨趁機 見縫插針 然後和郭董、良心精神把傷害降到最低 面對台灣最虛擾是團結 一切的政治紛擾 以及政治不必要的對抗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要看到 我們每個人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大家最重要的 把國家人民的利益 把他理想投資 政黨跟個人沒那麼強大 所以面對現在台灣的情勢 其實是非常嚴峻的時刻 所以大家在共同黨還是團結 所以才是我們該做的事 市長現在傳出郭董事長防內 以前朱立仁組織有到郭台銘宅拜訪 那郭台銘董事長在防內行程結束後 直接表態說這是爭取黨內敵民 那現在會不會認為是郭朱立仁首要卡的 朱主席非常認真也非常用心 在凝聚所有人的力量 也期待因為他的銳智的領導 讓所有人不但能夠凝聚力量 對國家為人民能夠做出最大的貢獻